不是比亚迪要做卷王 是其他的车企 他压根卷不过比亚迪 169000吧 到269000吧 我要选一个新能源的轿车 您看 哎呀 估计也就是个B级车了 那如果我说你选一个中大型的轿车呢 你就想 哎呦 就这个价格它会不会不靠谱呢 没事 今天这个车 它一定靠谱 比亚迪的汉EV 不过我们今天拿到的是 汉EV的天神之夜 四驱自驾吧 现在是自驾版的事情 那么科技体验一定是非常重要的 就像原来的车 哎 你进到车内啊 无钥匙进入 不那已经是过去实际了 现在讲叫什么 无感钥匙 比如说这台车呢 就有个UWE的无感钥匙啊 它可以跟苹果设备 很好的进行连接 在这个小小的区域 你就能发现三颗摄像头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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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亚迪汉EV的身份 还有跟大家做介绍的必要吗 车长4995 哎 你就放在接近5米吧 这个轴距呢 2920公米 这个车的尺寸是非常大的 毕竟中大型级别 哎 你得考虑行政的后排 你得让它实时的空间 你得让它宽敞 燃油时代 在尾标 大家都不要排量 新的别时代 别亚迪这点就很领先 它不要加速 这台车在智能驾驶的系统上 采用了一个D-Link 100系统 并且采用了一个6纳米的5G芯片 并且整个的车机的流畅性 包括细腻程度 原来有了一个很好的提升 UI界面呢 也逻辑更加的清晰了 那么它的自驾功能呢 开起来也非常方便 在方向盘的左侧 而且大家要知道 比亚迪都是中文标识 这台车的高速NV开启的方式 也非常的傻瓜 只需要方向盘后面的两颗拨片 你在高速上设置好导航 就可以开启 并且在舒适性层面呢 这台车主副驾坐椅 都有一个10点的坐牙膜 当然它还有相当功能 汽车的回行竞争力 无非是技术设计 以及超前的这种体验感 那么这台车 作为一款中大型轿车了 在舒适性层面 它有个云脸四溢 完全自研的这套平台 这套平台 最直观给我的感受就是 它可以软硬兼得 该软的时候 我够软够舒适 该硬的时候 比如说过弯的侧型 它也有一个相对来说 很好的意思 关键是价格 有了自驾之后的车型 而且还是四驱的 续航CRPC也能达到了610公里 而且加速也是非常快的 这台车的价格也是足够贵力 在当年这个价格 你只能买到B级车 而比亚迪通过自研 通过不断的技术累积 把三电系统的价格 一压再压 整车研发 多年一共投入了超过1400亿 正是这么多年的积累 所以说 它才能交付一个低价的打卷 不是比亚迪要做卷王 是其他的车企 它压根卷不过比亚迪 更避充 金比亚迪